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2022年推进载人旅行 太空旅行最大的亮点就是 这家酒店每隔90分钟就会绕地球一次 太空旅行终于不再是一个梦想 据开发公司的官员说 他们开发的这个空间站能同时容纳6名旅客 只要发射升空后便可以投入使用了 然后就在禁地轨道上展开了为期12天的旅行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这样的旅行 酒店入住12天 费用就高达950万美元 这就是将近6000万元人民币 真的是贫穷限制了遐想 这也注定是一场不平凡的旅程 还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要想参加这套旅行 还需要通过三个月的飞行培训和往返交通费 只有保证身体的各项指标全部正常 以及各项体能训练万无一失的时候 才能进入外太空 旅客们一天就可以观看16次日出和日落 同时可以体验外太空的零重力的刺激 可以在酒店里自由地来往 可以看到宇宙星辰 还可以看到地球南北部的极光 让人类进入外太空旅游也许是人类文明的最后边界 为那些天文爱好者提供了更好的平台 这一场太空的旅行已经很吸引人了 而这家公司正在准备向太空发射世界上首套住宅公寓 不知道你对这样的酒店和公寓感不感兴趣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